不是政治 不是財經 不是體育 歡迎收看就是娛樂 我是娛樂主播 儀佩 趕快來關心今天11月2號LIVE直播 我們今天來關心的是 娛樂圈的大小事 首先是大家都很關心的 今天下午最新發生的就是憲哥 憲哥他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因為憲哥平常很少開直播 他竟然開了直播 就是直播內容一播出去不得了 大家都嚇到了 我也點進去看 線上收看人數竟然有一萬多人 因為憲哥呢 他穿著這個病服 然後躺在醫院的床上 然後告訴大家說其實他開刀了 那為什麼憲哥開刀呢 原因是因為憲哥罹患了這個膽結石 他住院開刀 然後他在病床上開直播的時候 就跟大家報告了 在我們畫面也可以看到 憲哥呢他跟大家報告說 其實他已經摘除了他的膽囊 因為他因為膽結石的關係 然後跟大家報告說他一切平安 然後手術非常的順利 但是憲哥真的是鐵人 因為他在今天開完刀之後 他有說他昨天錄影完之後 完全沒卸妝就直接送去醫院開刀了 開完刀之後 憲哥說他明天還要飛北京工作 但是憲哥你不僅僅是個鐵人 他現在摘掉膽囊之後又成為了武膽人 憲哥我以後看你怎麼要玩很大 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憲哥已經很怕高 現在又摘除了膽 大家都覺得說 哎呀憲哥你現在真的是武膽啦 好我們再來看看的是 大家還記得郭書瑤瑤瑤是怎麼爆紅的嗎 當年他就是因為拍了一支廣告 裡面有殺很大 然後當然瑤瑤之後呢 就是非常拍電影表現也非常亮眼 非常不錯 但是最近聽說瑤瑤又從操就業囉 他扮成猛女巫代言了手機遊戲 不曉得他這次會不會一樣是刷很大 郭銘女神郭書瑤二號化身超猛女巫 為手機遊戲站台 平常也熱愛玩手機遊戲打發時間的他 表示很想跟劇組一起play 刷刷乾淨 我比較想要讓劇組的人一起玩 因為現在在拍戲當中 其實劇組像我們之前劇組 大家會玩同一個遊戲 就會有共同的話題 因為每天相處在一起 然後就會一起討論怎麼破關 我滿喜歡那種感覺的 所以如果他像的話 我會希望跟劇組的人一起 男者嘗試遠古女巫造型 瑤瑤興奮的大呼好想拍古裝劇 沒想到他最想嘗試的類型金人稀 很久很久沒有穿過這樣的衣服 然後今天穿起來我覺得滿可愛的 而且我覺得 因為他畢竟是遠古的巫女 然後我覺得我穿了之後 我滿想去拍古裝的耶 想拍古裝 有沒有想挑戰哪一種類型的角色 比如說武俠的還是那種比較愛心的 武俠的我喜歡拍 因為我滿喜歡看動作片 其實滿想要調調看鋼絲叫威亞 然後拍就是武俠的古裝類型 趁現在年輕還耐打的時候 我希望趕快被打一打 近期在臉書都會和大家分享 自己健身運動的生活點滴 悠悠透露很想要有六塊肌 想要讓大家就是跟著我一起去運動 我覺得現在健身的風氣滿盛行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出來走走 不要光是宅在家 像我自己啦 我很喜歡看女生就是好身材的照片 因為會讓我更想要努力像她一樣 就是擁有好身材 那如果我可以變成那個動力的話 我其實覺得滿開心的 所以現在還沒有打到自己的目標 還沒耶 我其實滿希望有一點六塊肌的線條 我現在只有兩條線 那我希望可以有 欸這樣六塊肌是幾條啊 1 2 3 可能有個穿字腹肌之類的 這是娛樂 台北採訪報導 今天除了瑤瑤的新聞之外呢 其實我們的好朋友命理大師 詹維忠老師他竟然 我一定要用竟然這兩個字 因為我實在是太 就是有點心裡有點不太平衡 詹維忠老師 他不僅幫人家算算風水就算 他竟然發片了 發專輯 而且他今天在新歌發表會上 他竟然請到了911的春風去站台 而且他竟然又請到了玉琳哥 去幫他站台 到底憑什麼 對不起我用了太多禁燃 其實我覺得詹老師 可以請到這麼多大排人幫他站台 表示詹老師的人員很好唷 開運大師張維忠終於要推行新專輯啦 六手主打歌聽了保證開運 保證讓你笑到病鬼 喂 發片這麼重要的事情 當然也請到了命運共同體 沈玉琳站台 讓人也笑稱各有優勢 不怕被比較 我覺得是不分宣制啊 唱的方面我輸給玉琳哥 但曲方面是平分求持 生活很疾苦的人 需要我給他心靈撫慰的人 都是我的事情 所以他的全球薰會演唱第一站 就在佛光山 六首歌可以參加這個 這個金曲獎的新人獎 所以我歌詞都有在愈化人生 搞不好明年曾老師 就創下金曲獎的一個特別的紀錄 就是最老的新人獎 對啊 那也是一個殊榮 離不開命裡的張維忠 竟然大膽預測 沈玉琳將陷入婚姻危機 跟進來幫他解解孕 來 跟著我唸 打破雞雞 碎碎平安 啊不對 是打破危機 碎碎平安啦 打破危機 碎碎平安 當然好友春風也有 需要化解的危機 一隻發群的蹲擊 發群的攻擊 搞固酮 發分泌 張維忠也趕緊 為春風吃雞塊 搖牙筋 幫他做一個清楚 好不好 對 奇怪 明明是發片記者會 怎麼變成惡搞大會啦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帥哥準爸爸霍建華 他今天出席了新片的發布記者會 然後呢 他帶著劇中的這個小演員 展現了十足的富愛 看起來霍建華感覺 很有爸爸的架勢 不過呢 面對網友就一方面的 都一直一面倒在攻擊說 林心如是不是用懷孕來逼婚 霍建華非常霸氣地說 別理他們 準爸爸霍建華 昨天頂著光頭 出席新片的發布會 女主角萬倩和秦海露 也帶著戲裡的兩個小萌妹出場 童言童語超可愛 粉絲都要融化了 你喜歡霍建華爸爸嗎 喜歡呀 你喜歡他什麼呀 就是健堂拍戲的時候 他會健堂說 子萌我來抓你啦 小妹妹你想玩老爺追阿華 你遊戲還太早了吧 就天場無聊的時候就鬧他們 子萌 就喜歡叫你 雖然霍建華頂著大光頭 看起來就怕耶 但是現場一個超面公主抱 婆友奶爸家事 馬上就融化了女孩們的心 霍建華已經常有的時候 會叫我 他總是說 小朋友走 我要活去 等一下 等一下 有時候那個副達人也會叫 叫我們要到現場 我說走啦 健會 要活了 賺錢了 就還鼻子 而對於最近有一些瘋狂粉絲 在網路上狂酸林心如 利用懷孕逼婚 甚至詛咒她流產的惡意謾罵 霍建華則大氣回應 不用理他們就好了 有這麼成熟的表現 相信霍建華一定會成為一個好爸爸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看完這個新聞 真的覺得小朋友太可愛 果然同言同語 講的話都是真的 不過呢 小小女孩 這麼年紀這麼小 就要玩那個老爺追丫鬟的遊戲 我覺得你真的有點太早熟 再來看看呢 是呢 通常推廣熱門的觀光景點 很多人都會請藝人來代言 不過呢大陸就是非常大手筆 他們為了要推廣張家界 請來了兩位 哇不得了 唸出來大導演馮小剛 還有音樂教父劉歡 為他們設計了一場大秀 規模之大 可以說是比照電影辦理喔 去張家界旅遊必看的經典大秀魅力湘西 今年改版升級再進化 找來了馮小剛單剛總指導 也促成了他和大陸的音樂教父劉歡 時隔25年再度合作 想起來看到劉歡 當我們倆是25年前 1991年 開始合作的北京在紐約 然後劉歡作為北京在紐約的作曲家 然後我們那次合作是 確實是非常的成功 然後那個北京在紐約的音樂 也一直遊行到今天 成為很多很多熱愛音樂的朋友 非常喜歡的 而劉歡這次接下音樂總監的工作 除了和馮小剛的老交情 其實還有一個浪漫的原因喔 湘西張家界我可以告訴大家 真的是我這一生愛開始的地方 我和我太太的愛情就是在那裡開始 1988年28年以前 好的雖然好像不關我們的事 不過還是要祝福一下這對老夫老妻 可以永遠恩恩愛愛天長地久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歡迎回到就是娛樂Live直播現場 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是什麼呢 因為今年的過年春節來得比較早 聽說在1月底的時候 就已經是過年春節 所以如果婆婆媽媽還有在家裡 大小每天在繁忙的上班族們 如果說你想要趁著春節的時候 好好的去放鬆給她RELAX一下 當然如果你現在還不定行程的話 就可能會有點太晚囉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了兩位藝人 都是非常會省錢的旅遊達人 另外有一位是初出的旅遊達人 我們請到三位 今天來教大家 如何旅遊的省錢小撇步 歡迎丫頭 大家好 我今天是負責韓國縣的 韓國縣 然後歡迎安苡愛小艾 嗨嗨 我今天負責日本縣 長得就很可愛對不對 日本的 然後我們來歡迎旅遊作家943 大家好 我是943救世神 救世神 名字就是這樣 對啊 所以今天來救世娛樂 就是剛好名字很配這樣 好可愛喔 我們以後要當固定來賓了 謝謝 943今天是負責全縣是不是 對 因為我也是從日本開始背包旅行 然後就旅行到全世界100多個國家 所以943我剛聽到她的故事 我覺得實在是非常的驚人 如果你今天想要省錢的話 跟著她的腳步準沒錯 那小艾呢 小艾為什麼專攻日本縣 沒有 因為我就是非常喜歡去日本 然後因為日本就是好買又好吃又好逛 然後又離台灣很近 所以你就是想說假日三不時 就是想說飛個日本也很近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一直想要去那邊玩 那丫頭是特愛韓國 而且因為我親戚住韓國 所以我去那就是免費的地方可以住 而且聽說鴨頭 鴨頭妳是不是有韓國血統 因為我們是很多親戚住那是華僑 對 然後所以每次我去的時候 就是都是一家人那種 然後而且我們還有開餐廳 所以去那邊我帶朋友去 然後吃餐廳也不用錢 對 就可以省很多 這樣超省的耶 超省的耶 妳就是個省錢達人啊 對啊 所以如果去韓國就可以來找我 去日本就找你 對 找我找我可以交零 然後如果要去全世界各自就找943 對不對 好 當然呢很多那個觀眾朋友 今天在線上收看的也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我們平常想要放鬆然後去旅遊 可是常常就覺得口袋不夠深 常常往往就覺得說自己賺的錢不夠多 那如果真的要省的話 其實從兩大類 省住宿費跟什麼費 機票票 是最省的對不對 對 機票一定要省 我們來看看三位到底是怎麼省的 然後觀眾朋友妳現在趕快喔 筆記本拿出來趕快寫好筆記 因為他們的都很厲害 從小愛開始 從我的嗎 對 我要先拿這個是不是 這個 我的北海道韓館 我記得妳前陣子才去的 對 我前陣子才去的 這個真的是非常便宜 就是這個算是三天兩夜自住行 而且它住宿喔 有一天還包含了四星級的飯店 對 然後你們要猜猜這樣交通加住宿 你們覺得是多少錢 你說北海道三天兩夜自住旅行 北海道光是機票應該就要兩三萬 就即使是淡季也是大概三萬 所以如果是妳住的很便宜 裡面還有一個四星級 有一天是四星級的喔 四星級的 我覺得妳再怎麼省四萬跑不掉 四萬 三萬多 三萬多 三萬八 因為那時候兩夜的時候我覺得應該 三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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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來 交通跟住宿 三天兩夜的北海道韓館自住旅行 妳花了多少錢 我要跟你們說真的超級便宜的 七千塊 而且是七千塊有找喔 我大概才 才六千多塊那邊而已 妳確定是不是只有機票的錢 我跟妳說真的超便宜 因為機票 它這個機票啊 我那一次啊 大概是買聯航的 你們猜多少錢 聯航很便宜啊 聯航大概四五千 三四千 我跟妳說更便宜 我那一次買到一千兩百多塊 好便宜喔 來回喔 等一下是來回喔 來回的價錢 一千兩百多塊 妳做的是送郵件的那種 那時候是虎航的來回 來回一千兩百多塊含水 真的是非常便宜 那個時候是剛開航 所以要拚口碑 所以那個算是虧本價 所以這個是 算是史上最低價了 可是一千兩百塊 妳有位置可以坐嗎 我跟妳說它的位置也很淡 你看一千兩百塊 妳高鐵就不只這個價錢 而且妳還可以飛到北海道韓館 就是非常誇張價錢 因為它這個其實是 它前 我大概前兩三個月就預訂了 而且它這個搶票 就是妳知道 很像是那種上課在選課那種 就是妳一定要在那個電腦前面 然後妳把妳資料趕快準備好 然後它時間一到的時候 它就有立馬就是開始 就是放那個票 然後妳就要開始一直點 一直點 然後我那次就有搶到 然後就覺得 好強喔 有必須要準備很多台電腦 才有辦法搶到嗎 不一定 但是有的時候妳可以 一台APP 然後一台電腦 然後或者說 比方說我跟小愛一起去 然後就小愛一人一台電腦 跟手機 我也是電腦加手機 是 然後就拼命按按按按按按 對 其實妳可以很多人一起搶 但是我的方法是妳 妳可以在一個記事本把妳 它不是搶完搶票的時候 妳要輸入那些資訊嗎 我就會先開一個記事本在旁邊 妳把那些護照跟什麼名字 妳都先把它填好 妳到時候只要複製上去就可以了 這樣妳就會比別人再快一步 真的妳真的這樣子就可以搶到票 所以只要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就可以 對 不然妳看妳在打那些資料的時候 然後人家都已經把那些資料填好 妳就慢人家一步了 妳就是要先開一個記事本在旁邊 然後妳就直接複製上去 妳這樣就可以搶到票了 還有另外一招 對 來 另外一招就是 有一些航空公司 它可以讓妳先註冊成會員 然後妳就先假裝訂票 訂票之後妳所有的會員的一些資料 比方說英文拼音 什麼叫假裝訂票 假裝訂票 先假裝訂票 對 妳先練習訂票 妳只要 練習 這叫搶票 搶票還需要練習嗎 真的 搶票需要練習 因為會有機關 因為它會告訴妳 妳先給誰看 沒有…妳先練習說 比方說搶票 搶票是要先練習的 因為它很多地方 比方說這個地方 它會幫妳先把行李選進去 所以妳要先去看 原來行李加價要500 然後妳要考 妳看一下它的價目表 比方說25公斤500 30公斤600 對 然後妳就要去算一下 那我到底是要拖運幾公斤 這是像我們大學在考模擬考一樣 對… 要把它當成一個模擬考試一樣 先考過幾遍之後 那個考卷一發下妳就 啪… 就馬上弄好了 然後我其實有寫攻略 就是訂票教學的圖解跟攻略 所以妳只要搜尋 你比方說943虎航 然後訂票教學 我就會有圖文的教學 對…然後剛剛還沒講完 就是說有一些航空公司 它可以讓妳先去註冊成會員 然後註冊成會員之後 妳就假裝訂票對不對 假裝訂票之後 妳就把妳的英文拼音 護照號碼 全部通通輸進去 這時候它會幫妳記錄 對耶…會幫妳記錄 然後這個時候妳去搶票的時候 人家還在那邊 平平找說我的護照不見了 然後這個時候妳已經… 超擔心 這樣是還蠻方便的耶 所以很快… 那妳還有什麼辦法可以省 因為妳的… 譬如說飛機票1200已經超省了 對 因為我其實價錢 就是機票妳其實就可以省很多 因為那次跟我去飛的 她是後來才訂到票的 然後她那天去訂 來回就大概快7000塊 所以妳知道我們兩個 價差就大概五六千塊 那妳就是其他錢 妳就可以去住 第一天可以住比較好的就是 那妳為什麼不幫妳朋友一起訂 不是 因為她 不是 那時候我 只是想說我要自己去旅行 然後想說我可以自己去散散心 然後她後來就覺得 她那天沒事 妳失戀嗎 最近 我嗎 沒有啦 沒有… 沒有… 最近那個也是男生嗎 沒有…不是我… 好…然後呢 然後她就可以就是跟我一起去 然後價差就非常多嘛 然後其他我第一天就是住比較好的 就是La Vista 就是她可能一天 她跟兩個人大家平均下來三四千塊 她算是比較貴 因為她是四星級的飯店 對 對 然後第二天我就會去住她旗下的那種 她旗下的那種 她旗下的飯店叫多米 她就是這間La Vista的那個旗下飯店 但是她住宿也是非常好 而且喔 妳只要住她那個旗下飯店多米 妳可以就是免費的接駁 她是有免費的計程車可以 計程車喔 對 她是可以來回送妳到那個La Vista泡湯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住的等級雖然沒有那麼高 可是我可以一樣享用La Vista泡湯的 而且第二天的住宿兩個人才2500塊而已 等於妳一個人才1000多塊而已 超便宜的 然後妳就可以享受到她去泡湯 妳就不用住到這麼貴 它那些全都是不用錢的那些接駁 計程車妳只要跟櫃台預定好時間 妳就可以跟妳朋友這樣子就是開開心心 然後就坐計程車到La Vista去泡湯 可是妳北海到韓館 三天兩個月才到7000塊 妳在搶到的時候妳會不會真的覺得 天啊 真的心張 沒有 怎麼可能 我剛才是要停住了 搶到時候我真的是很像選到那種 就是選到客就 超爽的 然後就是超開心的 因為選到就是她只有放幾張票 然後妳選到妳就可以在下面訊號說 我有搶到票 然後下面的人就會 感覺很準 然後下面的人就可以說 妳有搶到我怎麼沒有 妳要不要就是限一下妳那個什麼 妳有搶到票的證明 然後我就覺得很爽 因為它真的很難搶 我就是沒搶到的那一個 不是 每次要搶的時候 我也是 我從來沒有搶過 每次看到那個便宜票要釋出的時候 我按的時候 根本就沒了 我心想說根本就騙人的 那根本就是在比快 我跟妳說這個就是要做工 因為它連行就是三不五十 都會有一些促銷票 例如說什麼來回999之類 妳都要就是想 就是要在那個電腦前面去等它這樣 了解 然後妳這一次去韓館 有什麼戰利品很厲害的 我跟妳說我這戰利品 不管是男生 女生 老少嫌疑 真的是女生看來會非常喜歡 這是這個 這什麼好漂亮喔 粉紅色的 櫻花酒 我跟妳說送女生 她就是會看到 她覺得很漂亮 而且它裡面是真的有櫻花 好美喔 櫻花的花瓣 它裡面是有一個櫻花的花瓣 這個好適合拿來送禮喔 而且我那時候 我朋友叫我去東京大阪買的時候 我買不到 然後是我到北海道 可能那邊比較鄉下的地方 我才買得到 而且它這個妳喝完 妳把它搖一搖看那個櫻花會不會 它會就是這樣飄來飄去的 妳看 好美喔 它花瓣都不會散耶 它就是很漂亮 然後如果妳喝完 妳就其實可以自己加那個水進去 妳就可以當個裝飾放在那邊 所以送男生也是很好 他可以喝酒 然後女生就可以當裝飾擺在房間 這個我根本就捨不得喝啊 這超漂亮的 對啊 但是是妳的 妳可以送我喝啦 好 我可以送妳 那妳 真想 等一下送妳 我不能在一身裡頭喝酒 因為先是七點線 帶回家喝 帶回家喝 小愛的北海道韓館 三天兩夜 靠著搶到便宜的這個 廉價航空的機票 三天兩夜七千塊辦到 不過我們廣告之後 丫頭要告訴大家 去韓國也可以超省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今天就是娛樂要教大家旅遊 要怎麼省錢 然後剛剛小愛跟大家分享說 他搶到很便宜的廉價航空機票 台北到韓館 日本北海道只要七千塊錢 然後943幫我們補充一下 到底要是怎麼搶票 而且妳說去日本玩 妳還可以分兩段玩 也可以省到錢 對 因為通常我們 現在如果去日本 大家都知道要搶聯航 可是有很多地方是聯航 沒有辦法飛到的 是要怎麼辦 對 比方說這個韓館跟雜黃 現在只有韓館跟雜黃 那如果妳想要去串路 想要去其他地方 那比方說去川 怎麼辦呢 跟大家講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是去年最新的 才出來的 那這樣子便宜的價格 是日本人買不到 只有台灣人跟外國人才買得到 為什麼 因為他們推出了一種 外國人限定的票價 有點像JR Pass JR Pass就是日本人買很貴 可是外國人買很便宜 那這個是空中的JR Pass 怎麼說呢 那就是日本的任何的國內機場 隨便妳飛 都是來回韓稅4千塊台幣 還送妳一碗住宿 隨便妳飛 超棒的 對 就是說隨便 反正妳想得到的日本的機場 比方說四國 廣島 那種聯航沒有飛的地方 隨便妳選是不是 對 隨便妳選 然後只要它有航班的 然後全部都是4千塊台幣來回 然後再送妳一碗住宿 所以它不分距離 不分距離 所以當然就是 越遠越好啊 那當然就選越遠了 所以我們就先從台灣 飛到這個沖繩 那沖繩的話 就是這個連架航空 就大概就是來回韓稅3千多塊 先飛到沖繩之後 再來就全部隨便妳飛 所以那我們就選沖繩飛北海道 那北海道有雜謊已經有 已經有連架航空直飛了 韓館也有連架航空直飛 那我們可以選串路 可以選什麼女滿別機場 或是選什麼帶廣 或是選比較沒聽過的機場 最北邊最北邊的等等之類 然後這樣子飛也是4千塊錢 最便宜的時候 如果你手腳慢可能就5千塊 對 我在那也是很便宜 然後就送妳一碗住宿 然後當然住宿是大概三星級的 也不會太差 這個東西是不是 我剛剛把答案講出來 還沒有 這東西是不是很少人知道 很少人知道 我是台灣第一個 你可不可以就 因為我把我的省錢雷達打開 然後我寫的時候 當初非常轟動 在我的Facebook上 天啊 我不知道 我那麼愛去 就瞬間就上千個讚 我現在就在我的Facebook上面 我每天照三餐 分享便宜的票價 便宜的價格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 像小愛那樣子找到 它這麼便宜的票價沒有關係 我幫大家篩選 那總之就是 好 所以現在呢 如果你飛白海道 我說的是 北海道的任何的地方 這樣子 只要 7千塊 台北飛沖繩 再從沖繩飛北海道 只要7千塊錢 對 全包就是含稅 然後含一碗的住宿 那如果你要再多住幾碗 就自己多加錢 然後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 你可以同時玩兩個地方 比方說好不容易放假 對不對 我又想去北海道 又想去沖繩 然後跟男朋友吵架 然後男朋友吵架去沖繩 然後你就要去北海道 然後吵架怎麼辦 沒關係 那我們就各退一步 兩個地方都去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行程 是因為沖繩是最南邊 對 北海道是最北邊 所以你可以從很熱的地方 玩到很冷的地方 兩種不一樣的感覺 我有這樣飛過 還滿有趣的 對 就是從很冷的地方 你等一下把你的Line 留給我們 然後有一些什麼 小佩婆的話 先跟我們講 先讓我們搶完好嗎 其實大家如果搜尋我的臉書 943 不要輸成543 你會欠我400這樣 943的臉書 每天照33 都在幫大家過濾便宜的 旅遊好卡或是支票 你要加我 加我 下一張手板 是不是有幫大家整理說 因為剛才小愛有講了 所以要教大家怎麼搶票對不對 剛才小愛講了很多的這個 那有一個 還有一個比較少人知道的是 有一些各個航空公司 它都會有不同的規定 對 比方說有些航空公司 它比方說晚上 它說晚上12點 它開始特價 對 它會在11點55分的時候 就偷跑 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 這是經驗談 然後因為我的讀者都會來告訴我 然後我就把它整理在我的文章裡面 整理在我的部落格 或是整理在我的臉書上面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找個10分鐘 甚至15分鐘都沒關係 對 所以但是要看哪一家 有些它就完全不會偷跑 所以我就把它整理 比方說某某航空 然後我就寫 我就整理成同一篇文章 對 然後它的行李多少錢 它的注意事項 那還有一種航空 它會分段放票 什麼叫分段放票 就是說通常我們如果 這個連假航空 比方說它12點開始賣 那通常大家就擠 全部都12點通通擠上去 然後擠到塞車 然後就伺服器盪掉 然後被罵對不對 後來他們學聰明 就是他們決定 他們要分段的把票釋出來 比方說12點的時候放20張票 1點再放20張 2點再放20張 2點再放20張 這感覺 一批的放出去 對啊 一批批上出去 所以只要你知道 這一家是有分段放票 沒關係12點 大家都在那一起 那就12點10分 我先去吃個宵夜 或者是它常常有時候 早上7 8點或9點開始 然後別人在那邊搶破頭的時候 我就再多一個小時就可以再去 然後第二個剛剛有講過了 練習購票流程 然後第三個 訂好理想價格什麼意思 理想價格就是 它其實每一個行線都有它的 我把它整理成可入手價範圍 就是說比方說 很多人可能第一次飛台北到沖繩 不知道行情價是多少 然後他一連進去發現說 哇 三千的四千的都被搶完了 只剩下五千 那五千到底算貴還是便宜 每天臉書都有人這樣問我 那因為每一天要被問30次 所以我就把它整理成一個可入手價範圍 比方說台北直飛雜謊 可入手價範圍是多少 比方說如果你看到台北飛雜謊 大概四千到七千就算便宜了 對 就是來回含稅 那如果說台北到沖繩 也就是大概三千四千 四千多 如果說很好的時間的話 四千多還可以接受 然後飛東京是多少這樣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 其實連架航空有非常多的美感 是 所以大家就可以參考 而且如果說你現在要去日本的話 因為熊本地震 你也是推薦是不是 我其實你今天才分享了一個 九州政府幫你出住宿費的一個特價 有這種事 要怎麼那麼好 很有趣就是說 因為熊本地震以後 然後觀光客都以為說熊本現在不安全 可是現在熊本已經安全了 超安全的 所以九州政府他們就撥一筆預算 希望說如果你來九州 不管是熊本或是阿蘇 或者是福岡或是大分線 像什麼別府啊 別府啊 湯布院那些 你只要住宿 它幫你出一半 就是你可以打五折到六折的這個價格 所以如果你平常是住 比方說一個晚上三千塊 那你就可以升級 你就可以升級 你平常一個晚上三千塊 你只能住到商務 小小房間 我們是要跟日本政府聯絡嗎 沒有 然後現在你可以用三千塊 你就可以住到四星或是五星的飯店 那怎麼訂 其實比方說像日本樂天 或是什麼 對不起 就是比方說像很多的訂房網站 你上去訂 或者是說旅行社也都可以訂 也都可以訂到這個價格 反正你就是去看說 有沒有便宜的五折的價格 你就可以訂 如果不知道怎麼訂的話 就去你的那邊 你就會整理給大家看一下 我會有截圖 然後給大家說 到底在哪邊有特價有連結 OK 剛剛是日本線的部分 接下來 因為最近很多人都很愛去韓國玩 而且因為韓國的機票 又比日本稍微再便宜一點點 雅童你去韓國玩怎麼省錢 我的話一定會坐紅眼班廳 就是它可以省到一天的住宿 等於是我可能是凌晨兩點出發 到那邊可能四五點 就從一大早開始玩 等於是我第一天就完全沒有浪費掉 然後再來就是我很常 因為我辦很多家信用卡 然後信用卡 他們在可能不同的國家都有不同的優惠 像有一些專門是去日本的時候 你可以去貴賓市 然後像我有辦一張卡 是它去韓國就是可以換免費的車票 而且是來回喔 所以網路上搜尋資料可以看到嗎 還是常常有這樣子的客戶 現在還有送SIM卡 真的假的 對 有有有 真的嗎 它延到12月底還是多少 我有點忘了 延到好像10月底 還有送SIM卡 好好的 送太多東西了 是看到我們的嗎 可以可以 這個也是在我的Facebook上有講 好耶 今天我們整體播完之後 943的Facebook是大爆炸 真的 然後還有呢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是跟好朋友一起去的話 就是建議大家就是可以收公基金 對 就不是說我們四個人一起去 我們就一起出一筆錢 然後用那個錢一起吃喝玩樂 嗯 因為這樣子大家可以分攤彼此的收 就是花費 是 因為如果你自己花錢 你就可能 你點了一個東西 然後你就是自己要負擔那個錢 對 但是大家如果一起分攤的話 就可以省這樣很多 譬如說大家就先繳公基金5000塊 然後慢慢扣 多退少補那種感覺 對 而且這樣其實還會就是 很特別的是就是大家會互相叮嚀說 欸你如果點這個的話 我們今天會透支喔 互相叮嚀 這也蠻好玩的 那我跟你講 你們一群人去誰最會透支 誰最愛花錢 夏和熙啊 夏和熙點東西是沒手軟的耶 我看得出來他就是一個大少爺的心態 感覺很會買耶 所以誰是最會制止他的人 應該是你吧 應該是我 我都是負責算錢的 對 對 都是負責算錢的 這樣公基金蠻好的耶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 我們剛剛丫頭跟小愛的分享了 日本跟韓國 但是剛剛一直滔滔不絕 跟大家分享很多經驗 我們在網路上也有很多人說 哇實在是太實用了 就是我們943 我們進廣告之後要告訴大家 環遊世界真的不是聽聽而已 來聽聽它是怎麼環遊世界的 好 回到新聞現場呢 我們現場有吃又有喝 然後還有得拿對不對 對 假如帶什麼來 趕快分享給我們 這個是我去沖繩買了以後 一直捨不得再吃 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吃了一天超好吃的 然後我只有買一盒給自己 其他都送人了 然後一盒裡面有12包 現在是最後的4包 好 這個是沖繩的 就是沖繩的那個蝦子的蝦餅餅 那小愛妳吃一下 因為我現在吃了應該會咳嗽 我真的超愛吃這個的耶 我吃到妳就沒有了耶 希望有去沖繩的朋友跟我聯絡 我想要吃一半一個 好香喔 那個蝦子的味道 對啊 然後這個也很厲害 這是什麼 我朋友買了以後 他說超好吃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覺得好吃以後 他跟總公司聯繫 請他直接訂50包來台灣 有好吃要到訂50包 他是要拿去賣是不是 然後我都不相信 我跟他要了一包 我們今天一起來吃吃 好 來打開吃 打開吃這個 訂50包耶 我覺得50包 他後來又再訂了100包啦 太多了吧 沒有 那你一邊猜的時候 那個943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想說韓國跟日本 這都是我們旁邊的國家 就是你什麼時候想去 你就訂一定機票有價錢就可以去了 但是你知道嗎 環遊世界這種東西就是跟真愛一樣 就是你聽過 然後看過 在電影就是憧憬過 但是真的沒遇過 你這輩子也可能沒有去過 你真的去環遊世界 去多久時間 我去環遊世界80天 環遊世界80天不是一部電影嗎 對啊 然後 對耶 那個是電影的名字 對啊 我就想要跟電影一樣環遊世界80天 結果環遊世界80天 你到底花了多少錢 給我們手版 大家要不要猜看看 80天啊 80天 我跟你講 你再怎麼省 80天至少也要花個 200萬 一定是超過100萬 因為這些網路上有人環遊40天 就花了快100萬 不好意思 他是943耶 對不起 你猜他100萬 他今天還要坐在這裡嗎 但環是很貴耶 我跟妳講啦 50萬已經超緊繃了 50萬 環遊世界80天耶 50萬 很緊繃 已經 我覺得低於50萬你就會活不下去 其實不會 其實我花了這些錢 然後 吃好 住好回來還胖 胖兩公斤 你要順利很矮肥 來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到底 環遊世界80天交通加住宿喔 而且不只我可以做到喔 大家都可以做到 你不需要體力特別好 或是會運動或幹嘛 這樣 10萬 怎麼可能 10萬元 而且第一個是台幣 我聽你在放風箏 怎麼可能10萬塊 好 先聽我講 因為以前可能做不到 可是現在網路發達 我做得到大家一定也做得到 怎麼可能 好 你跟我講怎麼做到 我先講第一個 10萬是台幣 第二個 11住行機票保險簽證全包 第三個你不需要什麼加入會員 也不需要搭便車啦 也不需要徒步 也不需要帶泡麵啦 生活啦 然後露營 打工啦 賣藝牙都不用 通通都不用 對 然後呢 你全部是靠什麼 而且坐的是有屋頂的飛機 不用帶你去划船 哪裡沒有屋頂的飛機 有啊 有那種什麼滑翔藝之類的 好 我跟你講 那你從交通開始說 交通是怎麼樣去做的 才可以辦得到 通常旅行最貴就是交通跟住宿對不對 那交通其實很簡單 以前飛機票超級貴對不對 可是現在交通 我們有廉價航空幫我們扛著 對不對 那你就把廉價航空便宜的把它串起來 我有寫一篇就是 你世界繞一圈 地球繞一圈 你所有的機票含稅 只要台幣4萬我就可以搞定 可以 我就幫大家找出來 各地最便宜的廉價航空 比方說台灣飛泰國 有便宜的廉價航空 然後泰國也有廉價航空飛到歐洲 那歐洲就各地都有廉價航空 那英文是不是要夠好啊 因為泰文我又看不懂 還好 因為如果 我通常演講的時候 大家都問我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會回答說 其實如果你英文講得超級溜 可是對方聽不懂也是沒有用的 就只要能溝通就好了嗎 所以不用就是基本的就可以了 甚至比手畫腳什麼也都很好用 那如果說要把廉價航空的機票 要全部都串在一起的話 大概多久之前就要去計畫 要開始訂 因為你要A串B串C 要全部串在一起 才可以環遊世界 我之前是出發前一個月才在串的 所以並不會很久 但是如果現在 現在其實又不一樣 現在連傳統航空都很便宜 現在連台灣飛歐洲的機票 我前一天才分享一個 搭中東的豪華航空 然後台灣飛到歐洲 總共來回寒稅這樣 1萬 1萬8 1萬9 很誇張去年才要 去年的時候 台灣飛歐洲還要5萬 差那麼多 對 因為整個歐洲線崩盤了 請問一下我們今天到底 為什麼要做這集 不會吧 我們做這集 我們做這集是要告訴大家說 你們過年去安排旅遊 結果做完之後 是我們三個最想去 對 莫名其妙 我現在超想去的 真的是莫名其妙 你讓我們三個直接到歐洲 然後開直播 對 1萬多會就去了 1萬多會就可以去歐洲了 你就會覺得很神奇 因為以前1萬多塊是飛不了北海道的 當然 然後但是現在你1萬多塊 不但可以飛北海道還可以飛歐洲 對 那住宿怎麼省 住宿 住宿的話也是 以前你必須要花很多錢去住在旅館 那因為你要花錢 你沒有辦法去找到說 比方說朋友家去住一晚 可是我們現在有網路 網路就可以幫你找到 他很喜歡接待外國人 很好客的人 然後他願意讓他的家給別人 對 對 你是安不安全 Homestay 那這個就像網路上買東西一樣 都是要看平價的 所以你就去看有沒有負評 他會告訴你說這個有沒有負評 零負評 然後再大致看一下 就是這個人 比方說他很熱心 他會去機場接你 我就碰到很多很熱心的人 比方說有一個澳洲女生 他還把他全身上下的毛衣 都借我 都讓我挑就對了 然後就覺得很熱心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美國女生 也是他才剛找到工作第一天 可是我才打了一個噴嚏 他就把他全家暖氣都開了 意思就是說也是有很好的人 對 所以就是要找到這樣子的熱心的好朋友 然後就是去他家 體驗他的國家的生活 然後跟他變成好朋友 可是你知道台灣人 有時候頭腦很直 就會覺得說 那如果我們就是 雖然是要省錢 而且我們已經要搭聯航 聯航已經串起來 但是你說 如果說不要從台灣直飛歐洲 有別的方法更省 怎麼樣 就是說 現在其實有一些方法就是說 以前如果從台灣直接買 飛歐洲的機票 因為台灣的市場 畢竟稍微小一點 但是如果你可以手動轉機 比方說以前 如果你買出發地是台灣 然後這個目的地是歐洲 那通常大概都是 最便宜最便宜 大概要兩三萬塊 大概兩三萬塊 可是你還是要在香港轉機 可是如果你把你的歐洲機票 拆成兩段 也就是說我自己買台灣非香港的機票 然後我再買香港非歐洲的機票 一樣都在香港轉機對不對 對 可是因為香港的轉機的市場很大 所以從香港出發到歐洲的轉機 到歐洲的機票 常常大概這個禮拜 至少我看到了至少三家以上 都是香港非歐洲 來回含稅一萬二台幣 一萬三 含稅 然後去年的時候還有一點貴 前年更貴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天啊 怎麼整個崩盤成這樣 所以這個是真的 我沒有在片野 每個禮拜都有 然後我也有截圖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但是花的時間會比較多一點點吧 不會比較多 因為如果直飛的話 比方說台灣某家 直飛它是要飛到曼谷 它是飛到比較南邊的曼谷 再飛過去大概14個小時 可是我每次從香港轉機 只要11個小時 有這種事 又可以省錢 又可以省時間 但是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在香港 我要喝個飲茶 然後我要吃個什麼燒鵝 對不對 那你就是把香港時間 再算進去 那如果你假期多的話 我又玩香港 我又玩歐洲 那樣子就滿好的 而且這樣子的價格 比從台灣直飛更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比較 是沒有方法的方法 如果你都找不到那種 台灣非香港 然後香港直飛歐洲的那種 一萬多的機票 還有一種 有一點花時間 還滿好玩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傳統航空 某某大明星做過的航空 那做過廣告的航空 它是 它賣台灣人直接飛歐洲的機票 大概兩萬多 可是它賣香港飛到歐洲的機票 所以你就學香港人 你就買一張連假航空單程的機票 飛到香港 然後再跟香港人一樣 香港飛台灣 然後再飛到歐洲 這樣你就跟香港人一樣 一萬多塊 然後最後回來的時候 你就在台北下 然後跟他說 你要行李要直掛到台北 要不然就是如果你怕行李 沒辦法直掛到台北 你就直接就跟香港一樣 飛到香港 喝個飲茶 然後再回來 但是這是沒有方法的方法 好專業喔 再來三位都有很多旅遊經驗 那廣告之後呢 還有一些旅遊當中 會發生一些小故事 我們待會再聊一聊 其實說到旅遊 每個人都很喜歡 但是到國外去旅遊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要小心 尤其是財不漏百很重要 而且呢 有時候到國外旅遊 一個不小心的話 有可能你的錢啊 護照被爬走 那就完蛋 有沒有什麼到國外旅遊的方 有一些就是方法 可以讓你覺得說 比較安全的有嗎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方法 就是我去環遊世界之前 我想了很久很久 到底會把我的錢 藏在什麼地方 那通常我們大家都會去 買那個什麼藏錢袋 藏在衣服裡面 對 可是我就想說 那可是如果海關跟我講說 Show me your money 就是你到底帶多少錢來我國家 你要給他看啊 因為他怕你是跳雞對不對 海關會說這種話嗎 會...我被問過 就是他怕你是跳雞的 還是你看起來比較有錢 我從來沒有看過 我從來沒有被講過 Show me your money 沒有被說過 泰國也有問過 泰國是問說 Show me your body 總之我在泰國跟歐洲都有被問過 真的 可是通常如果海關問你 然後你就在海關面前拚一拋衣服 這樣滿難看的 所以我就想說 到底有沒有一個方式 是可以藏在身上 然後外國小偷不知道 你會藏在那裡 然後呢 然後呢 掏錢又會比較優雅 然後我想了半天 我想說 好像有一個東西是 就是家裡每一個人家裡都有 然後可以廢物利用的 然後就是這個 襪子 對 這什麼東西呢 就是長筒襪 長筒 對 就是一個長筒襪 然後你把腳掌的地方剪掉 腳掌的地方剪掉之後 這個長筒襪 我們就先把它翻轉過來 變成裡面在外面 然後這個長筒襪 它有鬆緊帶對不對 對 鬆緊帶這個時候 我們就朝手肘這邊 把它套在你的手上 好 然後呢 你要準備 你要的大操 這個是比較小 你就把它放在夾鏈帶裡面 如果你自己的夾鏈帶 就會稍微大一點 因為這個是Sample 就是大操放在夾鏈帶裡面 防水 然後你就把它放在你的這裡 手背上 然後呢 然後呢 剛剛的這個 把它捲下來 對 剛剛的這個 我現在捲太多東西了 就往下捲是不是 對 就是剛剛這個鬆緊帶的部分 對 這樣不會掉喔 不會 因為鬆緊帶幫你固定了 就像個護腕的概念 就像護腕一樣 然後就把它放在這裡對不對 然後你的袖子 再拉起來 好酷喔 然後就藏起來 然後呢 國外的小偷不知道你錢 會放在這裡 對 這裡 然後你小腿也可以藏 它只會攻擊你的肚子 那你知道國外的小偷 會看我們這集嗎 不會 這樣子對他們 如果知道怎麼辦 那時候就是會連手都沒了 對 會直接把你手砍掉 國外的小偷 專門最喜歡看就是娛樂 不會啦 國外小偷沒有 他只會用爬的 所以他攻擊這邊發現沒有 我有一次真的 就被爬走一包面紙 面紙啊 對 面紙 因為我面紙放在上面 所以他只拿走面紙 然後下面的鈔票沒有拿走 那你同樣的方法用在手臂上 那腳可以嗎 可以啊 小腿也可以啊 然後如果你怕熱 你可以用絲襪 然後後來我發現 國外有人訪照我的方法 去做了一個商業的產品 所以如果你們做了商業的產品 記得要給我版權 有人看 你看吧 就說國外的小偷 都會看我們的頻道啊 對不對 那丫頭分享一下 最會吊東吊西的 我跟你講 這個人就是小優 對 她常常在網路上分享說 東西不見 為什麼哪裡東西又不見了 她吊什麼啊 沒有 有一次是我們一起去韓國 然後我們在那個漢江騎那個天鵝船 對 然後我們就大概有六艘吧 然後大家並在一起要拍照 然後在拍照的時候 某一艘的船就去 偷偷把小優的那個整個包包 拿到他們的船上放進來 好船喔 對 然後我們就要騎回岸上 回岸上以後想要說 我的寶寶呢 然後我們說 剛剛在水裡看到一個載夫載成 那個是你的寶寶 然後她就嚇到說 真的 那是我的寶寶 然後我們全部就說 蛤 怎麼辦 我們現在回去 它應該已經沉到那個漢江裡面 再早不回來了 你們真的很壞 對 然後我就一直補槍 就說沒事沒事啊 你應該沒有把布罩戴著吧 她就說 有 然後我們說沒事沒事 你應該是把錢放在褲子上吧 有 然後說沒關係沒關係 有手機就好了 這很有 手機都在上面 對 然後就全部都在裡面 然後因為整場 我就是像狗仔一樣 我就把手機這樣 學狗仔這樣PO拍她 現在整個那個過程 我都錄下來了 她整場就是哭得跟 那個醜八怪一樣 好可憐喔 你們真的很壞耶 但是妳會這樣整她 也是因為小優 本來就很常掉東西 對 而且她每次去國外就會 每次在FB上 就會PO一些什麼 她今天又掉什麼 明天又掉什麼 我心想說 這個也太沒大腦了 她有什麼